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聽了這麼多空姐的故事 那是不是也很想知道 地情是不是也會碰到這麼多討人厭的事情呢 答案就是會啊 好啦今天超級開心的 邀請到我的同學 Momo 今天要跟我們分享在地上 有多麼多少討厭的事情 就拜託乘客們 不要再這樣為難我們好嗎 不管在天上還是地上 你都要為難的話 我們還能做人嗎 Momo 你是不是有非常多要爆炸的事情要講 那我們今天就趕快來講爆炸的事情好了 乘客常常抱怨登機門非常遠 登機門非常遠 要抱怨 對 那小姐妳好 我們今天登機門是在C5 麻煩您2點之前要到達 C5 你們登機門怎麼那麼遠啊 欸我跟妳講喔 我一年出國幾次妳知道嗎 我一年出國兩次欸 我每次去別人家都不會碰到這種事情 就只有你們航空公司這樣啊 這總結敢給我 大家知道登機門的安排是怎麼運作的嗎 通常呢是由機場每天會按照時間跟班機的調度 來選擇坐登機門安排的近或者是遠 那當然沒有人想要特別把登機門排在遠的地方 但是腹地就是這麼大 有人停在近的地方 就一定要有人走得比較遠 啊你們航空公司是沒給錢的 我來我來 喔OK好 我想說我要直接講 但是 經理裡面有沒有放微禁品呢 剛剛有點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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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拖日行李裡面有沒有放微禁品呢 小姐你好 請問今天拖日行李裡面有沒有放行動電源 備用電池和打火機呢 蛤 小姐你好請問 沒有沒有 我是要說請問你的拖日行李裡面 沒有真的什麼都沒有啦 小姐我明白 那我們還是要確認一下你行李裡面 到底有沒有放行動電源 我真的沒有小姐 真的沒有 好 那待會麻煩前面確認行李有通過檢查再離開 謝謝 好啦好啦 等一下最好就不要有 如果有的話你行李就別想送到目的地 欸小姐小姐我那個行動電源忘了拿啦 齁 你剛剛有沒有跟我講啊 你看吧 我剛剛就跟他說叫他不能放 我話都還沒講完一直打斷我 大家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 就是呢 如果你是從台灣出發的話 在機場 拖運完行李 一定要看你的行李過X光記憶安全檢查 如果沒有的話呢 裡面有微禁品的話 行李可能就會被留在台北 不會被送到目的地喔 蛤那這樣他們會不會之後又怪說 為什麼我的行李沒有來 反正千錯萬錯就是你的錯啊 對所以大家一定拜託拜託 因為每個機場規定不一樣 那台灣的機場是這樣的 所以一定要記得 拖運完要去旁邊的電視螢幕 看行李過檢查好不好 拜託拜託大家 好卑微喔 逃生出口跟空姐可以對坐的 你好請問今天位子想要坐靠窗還是走道 欸那個小姐不好意思喔 我最近就是因為陪我兒子踢球 阿我的腳就有點不舒服啦 拜託啦 阿我就想問一下你們 有沒有那個 可能那個腳可以伸直一點的那個 逃生出口的位置啦 呃 先生 您剛剛好像有提到說 你膝蓋不太舒服 這邊跟您說明一下 如果您有身體不適或是行動不變的話 是沒有辦法做逃生出口的喔 啊蛤 阿你說那個身體 不是不能做逃生出口 啊 沒事啦 我這小問題我只是問一下而已啦 你看 我現在膝蓋已經好了 欸小姐 聽說你們那個前面那個 逃生出口的位置 是你們空姐的相親座呢 蛤 相親座 阿你幫幫我好不好 我跟你說我已經滷了30年了啦 那你要不要下載 國內比較快啊 各位乘客們 你們不要再想這麼多了好不好 你們不要一直無周深湧 然後編一堆東西要坐在那個位置 那個位置就是真的 有些航空 他們就是真的要留給需要的人 有一些航空是 因為它前面可以伸直的空間比較大 伸直 伸直是什麼 可以把腳伸直的空間比較大 所以有一些航空公司會額外收費 那有一些是不會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身體健壯 才可以坐在逃生出口的位置 因為有必要的時候 是必須要顯速開門 逃生 妳講得很認真 我想說要身體健壯 身體健壯才能 身體健壯才能 坐在空姐的對面 你們可以知道你們要去哪裡 就是進入狀況嗎 這個真的很誇張 你們最基本自己要去哪裡都不知道 你現在當我演就是 爸爸去哪兒嗎 老爸 老爸 我們去哪裡啊 小夕你好 早安 請問今天要飛到哪裡呢 我要去哪裡喔 嗯 我 唉唷 阿妳不是地勤嗎 阿妳那個隨便護照都給妳 查一查妳就知道了啦 阿 我想起來了啦 我要去那個日本 日本 嗯 日本哪裡可以再詳細一點嗎 阿就那個日本啊 嗯 日本 日本哪裡 阿那個 日本京都啦 京都 喔 呃 妳是要去大阪吧 我們沒有飛京都欸 京都就是京都啦 妳知道那個就是 喝了會 那個喉嚨會很舒服的那個京都啊 最後我們對每位乘客的例行檢查 都是一樣的好嗎 呃小姐那您堅持 這是外國護照 裡面沒有入鏡章 請問妳有台灣的拘留症嗎 小姐 妳不知道我是誰嗎 妳不認識我嗎 妳還要看拘留症 我都在台灣這麼久了欸 小姐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但是 證件檢查這個部分 是我們例行的規定 欸 我都排隊排這麼久了欸 唉 妳跟我助理講好了啦 喔 不好意思 真的 抱歉 但是我就真的不知道你是誰啊 好啦 聽到這邊大家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天空上或是地面上 都有這麼多難搞的客人呢 重點是 我們不管妳怎麼樣 我們都希望幫妳們解決問題 然後希望妳們不要再對我們大呼小叫 然後非常沒有禮貌了 我們也是我爸爸媽媽的 對嘛 好啦 如果大家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請你們把它share出去 讓大家都知道 最後一定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追隨我的IG以及粉絲團喔 如果大家也喜歡我的話 下面有我的IG和臉書粉絲團的資訊 歡迎大家追蹤喔 記得要追蹤喔 逃生出本公 靠 在說什麼 而且 公姐也不是 純純都會坐在妳對面啦 基本上就起飛降落而已啦 你剛剛是 對面啦 好啦 大家希望你們可以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最重要的是 也要追隨MOMO的 什麼東西妳要講 我以為妳要 妳要先不講完 我以為妳要先不講完